晚间的头条焦点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 今天傍晚发生了一起惊悚的砍人命案 有名43岁的刘姓女子 她傍晚被母亲发现倒落在住家 她身中七刀浑身是血 母亲赶紧把人报警送医 但女子抢救之后仍然是宣告不治 而死者的42岁的刘姓丈夫 她案发之后抱着不满一岁的男婴 开车逃往了阳明山 而稍早疑似是在马草桥畏醉亲生 父子是双双身亡 而初不了解 夫妻两个人近日曾经为了 小孩的养育问题吵架 但是否因此发生命案 警方还在调查厘清当中 十字路口车来车往 外送员跟单车骑士 停在路中间僵持不下 单车男像是在化结界 先是牵扯挑衅 绕了外送员一圈 但外送员不想搭理他 所以我们离开 他还出手想把人抓住 没成功扯到外送箱 害对方重心不稳摔车 地点在台中中情路一段上 两人一丝有行车纠纷 直接在路中杠上 呛瞎要不要叫警察 单车男离谱行为 像是死神在锁命 我应该会先把人吓 先骂他一顿 应该会被他吓到吧 因为其实在路上这样子很危险 没想到另一个路口 他又不顾危险上演个人秀 趁着红灯空档 骑在内泄不断左弯右拐 目击民众吓到惊呼 单车骑士一个流畅过弯 甚至大动作站起来 此时另一边车潮刚起步 交错而过 看起来非常危险 他是哪里 好可怕 同一个晚上 骑士马路中央炫进 甚至跟外送员起冲突 出手抓人 不放过对方 引起警方关注 马路不是格斗场 警方已经掌握身份 要厘清冲突原因 记者 台中采访报道 晚间的头条纠点来看到 在新北市三重 今天傍晚发生了一起 惊悚的砍人命案 有命四十三岁的流姓女子 她傍晚被母亲发现 捣握在住家 她身中七刀浑身是血 母亲赶紧把人报警送医 但女子抢救之后 仍然是宣告不治 而死者的四十二岁料姓丈夫 她案发之后 抱着不满一岁的男婴 开车逃往了阳明山 而稍早疑似是在马草桥 畏罪轻生 父子是双双身亡 而初不了解 夫妻两个人 近日曾经为了 小孩的养育问题吵架 但是否因此发生命案 警方还在调查 厘清当中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 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